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道分一分 比如说这个 6可以分成2和4 这一道题目其实可以教我们四道算式 对吗 是哪四道呢 分别是两个加法算式和两个减法算式 就这一个分一分 我们想想 加法算式是2加4等于6 还有呢 4加2等于6 特别棒啊 减法算式呢 有6减2等于4 还有6减4等于2 真好 所以同学们 你看 我们先分一分如果学好了 那你的加减法计算就没问题了 好了 这是咱们10以内的计算 只要把分一分 学好就OK了 可是 如果说再大一点 嗯 10要大了 涉及到20以内的了 那怎么去做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 在这之前 我们再看看 10以内的加减法吧 来 填空 注意哦 要去讲它的分一分 来 准备好 第一个 9加1等于10 咱们要想10可以分成9和1 再来 8加2等于10 6加4等于10 5加5等于10 7加3等于10 2加8等于10 好了 同学们 这几道题很简单 对不对 全都是10的加法 那10的加法只需要你把10的分一分记好了 你看 这些就很简单了 那我老师想问问你啊 你看 2加8等于10 8加2等于10 这两个题都是用的哪一个分一分 嗯 请目前的小朋友们说的特别棒 都是10可以分成2和8 真好啊 好了 那这是咱们10以内的了 对吧 接着我们就来学习一些新内容吧 好 屏幕前的同学们 请你准备好我们的数学用的小棒吧 准备好小棒以后啊 对 现在跟老师一块来摆一摆再算一算 首先呢 请听好了 老师要你准备这样的小棒 注意了 我们数好啊 左边需要几根呢 诶 快数数 孩子们 左边有几根小棒哦 数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根小棒 那屏幕前的小朋友 请你自己在左边摆下九根小棒吧 嗯 按一下转型键 快速摆好哦 好 同学们 都摆好了吗 那接着再看 右边需要摆几根小棒 右边需要摆一 二 三 摆上三根小棒 特别好 同学们按钻型键准备好吧 好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左边和右边这两部分的小棒 你都准备好了吗 那接着 老师可要提出问题了哟 请看 他的问题就是问 一共有多少根小棒 那我们要用加法算式去解决它 嗯 问你一共有多少 我们要用左边这一部分和右边这一部分加在一起 求这个整体 所以咱们列出来算式是九加三等于多少 对吗 好 同学们 这个算式列出来以后 诶 怎么去计算它呢 咱们怎么去解决它 嗯 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定位加法了 什么叫定位呢 就是你看 本来是个一位数 吃个九 再加上个一位数加三 对吗 诶 一会儿它会变成十几 这就叫做进位了 那九加三我们怎么去计算呢 想想 我们数数的时候是怎么数的 当时老师是用打包的方法去数数 对吗 咱们每多少根打一个小包啊 每十根打一个小包 对不对 嗯 所以只要满十了 诶 我就打一个包 又满十了 再一个包 又满十了 再一个包 咱们数数是这样的在进位 对不对 现在九加三 你看看你上面摆的这些小包 观察一下你的小包 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十 找到了吗 孩子们 找到了 怎么找啊 你看 左边已经有九根小包了 诶 我只需要再给它一根 它就变成十了 对不对 嗯 特别好 可是这个多了一根 谁给它呢 当然是从我们右边来了 请看怎么样去打包 看见了吗 孩子们 诶 左边有九根 还切一根 所以从右边借给它一根就可以打包 那在这儿看王老师把它打一个包 嗯 我用一个框把它框起来了 那这个框你代表的就是多少 少就是十 对不对 诶 同学们 你喜不喜欢十啊 嗯 为什么喜欢十 因为十在咱们的计算中你看 十加一就等于十一 十加二就等于十二 十加三就等于十三 十加几就等于十几 所以有了十 计算就变简单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咱们在这儿发现了吗 孩子们 要想把九加三算好 最关键是要去凑出一个十出来 对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方法 叫做凑十法 凑十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十给凑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这个十是怎么凑出来的 看 左边已经有九个了 嗯 它很大了 对不对 我只需要再给它填上几 填上一九 OK 所以我就想办法给九去凑十 谁给它凑啊 当然是我右边的这三根小八去凑了 那怎么去凑啊 你看 我这三根小八分成了两部分 几部分是几 看这样 这分几个和九去凑十啊 分一个 那还剩几个呀 孩子们 我们可以填空 还剩两个 对不对 嗯 哦 老师这个笔没写上啊 咱们还剩两个可以填在这块 所以把三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一 一部分是二 那接着你看 这个一就和九在一块凑几了 就凑了十了 对不对 嗯 那十再加上还剩了几个呀 还剩了两个 对吗 十再加二 这道题我们就算完了 等于十啊 所以在这儿啊 要计算这种境内加法 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办法去凑十 好了 同学们 这道题你听懂了吗 请你用自己的小棒来摆一摆吧 好了 同学们 上一题你学会了吗 咱们今天啊 学了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凑十法 那接着老师准备了第二道题目 请跟我一块来看看吧 还是摆一摆算一算 只不过现在是摆小花 同学们依然可以用小棒来代表小花 我们数数吧 左边一共有九朵小花 右边有多少呢 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右边有七朵小花 那就请你现在按一下钻屏键 自己摆好小棒 左边摆九根小棒 右边摆七根小棒 准备好 好 同学们 小棒都摆完了吗 那现在王老师想问问你咯 左边和右边合在一起 一共有多少朵小花 那咱们怎么去列算师啊 应该用加法 对了 就是九加七等于多少 这个咱们怎么去计算呀 嗯 还记得刚才的方法吧 我们要想办法去凑十 真好啊 咱们想办法去凑十 那怎么凑十呢 同学说老师啊 你看这边已经有几乎朵花了 我只需要再给它凑一个就OK了 很好 这是你的想法非常棒啊 那怎么去凑 谁给它凑啊 谁给它凑一朵小花啊 当然得从右边这七朵花 你不要来凑了 对不对 嗯 请看 那我就要把右边这七朵花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 结果请凑十 还有一部分怎么办 单独剩在这了 同学们 你想清楚了吗 按一下暂停间 自个儿先用小棒 摆一摆件凑十的过程吧 好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都摆好了吗 那接着请看王老师的我变 嗯 看出来了吗 同学们 怎么变化了 这朵花 移到这儿去 和它在一块凑出了十 真好啊 那我就是要把右标这七个分成 一和几啊 嗯 咱们可以签 一和六 对不对 嗯 好了 签好以后啊 那九和一在一块是多少啊 九加一等于十 对吗 十再加上这个六 结果等于十六 是不是就计算出来了 好了 那在这儿啊 我们这十个在一起 又打了一个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 就是在凑十的一个过程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凑十法 同学们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凑十 是在四月里 所以我们就计算一般 是在四月里 那么一样 一样 地区移行人